這隊基本上是死人 他們的動員用到 這邊要先卡右邊 先把右邊這次排給我的卡掉 可能要站前面一點 左側的屋子是在互相牽制的 這邊是LTC LTC動不了了 這裡可以看倒一隻我的那個 倒一隻我的那個視角 等他轉角了 好這三隻都死了 三分到手 那這樣Direct Zero很有機會 靠這場冠軍 變成小組第一 因為他們是左側高點位來的隊伍 所以這個屋頂也是他們的 只是對內 這個房內有兩組 Optic跟Complexity 然後去刷孤狼 OK Nice 再拿一分49分到錦山了 金家 資源有點慘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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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收局一聲 - 給我個Bad Shockey - 弄3Bad - 什麼呢 - 你要Bad Shockey嗎? - 聽聽,一組嗎? - 這裡是Bad Shockey嗎? - 不知道,我覺得這樣 - 這邊有一個Bad Shockey - 兩組在一起,一組在一起 - 不知道哪個Bad Shockey - 不知道哪個Bad Shockey - 我們去這裡,我們去Bad Shockey - 打招合他們的Bad Shockey - 手手按來是Lexter - 這個我覺得蠻亂的,這我也覺得很刺激 原來是蠻多隊都有這個催化機的 你們上來講他們站屋頂卡左邊就好啦 他們站屋頂卡左邊就好了 他們不想這樣打 他們想打右側 右側虛空子比較好 等一下 右側比較好 去右邊 右邊直接一個牆卡下去 右半邊站住就好了 只是要拿擊殺分的話我覺得 不要打開後邊 你看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個這樣打只可以 這樣子他們壓力最小 這樣左側會全部互打 然後再丟這個希爾達 你看無敵 沒人敢進來 無敵兩個字寫在臉上 但這希爾達丟太後面了有點 應該會丟強一點 這個不可能不贏吧 左邊會互相牽制 是 在哪鬧得人齁 A.F.K.A.F.K. OK 來最後3打1 NICE 逆轉低 沒有人有精進欸 他沒有人有精進欸 我覺得這次戴希羅今天最大的升級就是 在場 對面那一組 一個精進都沒有 超明顯 他們就贏在對面沒有精進你知道嗎 他們自己也沒有是沒錯 但對面也沒有 等一下你們知道最好笑的是什麼嗎 最好笑的是如果他們有精進 他們也輸了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有精進他們會傳煙 對面會被打到跟他們自爆 他們就死定了 然後對面有精進就把他們射爛了 所以他們贏在 他們沒有精進 對面也沒有精進 真的 我跟你講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如果有精進 他們會變成對面沒有精進的情況 他們就會 把對面打到就是可能 半血殘血啊 對面就沒有辦法了 對面就只能跟他自爆 然後結果兩邊都沒有精進 沒有精進 導致他們 這場贏了 TSM有DC把TSM打掉沒拿吧 DC根本就跟TSM沒關係 好不好 那個把他 把TSM打掉的是那個 等一下那個是誰啊 是另外一隊好不好 誰打掉他們來的 Me Lovers Me Lovers Me Lovers把他們打掉了吧 當然是我在另外一邊 是要怎麼拿TSM的精進啊 我猜他們 我猜他們應該 一個歷史的勝出 那如果他們正確 可以把他們 在最終的位置 在最終的位置 那是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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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叫做 AJC 那是一個故事 ones to drug three but two good games got them into a great spot Vicky and that was enough, especially for a team. It probably doesn't expect to be in the top two top three top four starting out in pro league. What an accomplishment from them and of cours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these. Now they did such a fantastic job, love hearing their회 tabs. I love hearing what they could have done better at the end of those coms here. They look like they're on Fire, the slip and slide shoot let me Kordash and you can find yourself losing out on this fight FREX had a nice help and he was sliding right through Noddy這個有料欸 繞著他跑 殘居大師StayNoddy Noddy 手把四角轉不過去 Noddy也是手把 然後他那個幫家圖的被動 不過其實我會覺得 這樣看的話其實 我覺得 Doddy's又不應該站這個太右邊側邊 他們應該把左邊控制住 就是如果要過度檢討的話 這樣看起來是左邊 左邊要給一點壓力 他們左邊沒給壓力 他們有強的話應該可以彎你丟 喔那邊11殺23分Dark Zero 應該直接敲著B 反正吃了 精進的功勞 哈哈哈哈 精進的功勞 好 afk afgame好笑啊 就是叫afk is away from keyboard 就叫掛機啊 掛機掛機掛機 掛機掛到你 右邊那一隊可能以為 他們打的是 是Dark Zero你知道嗎 他們真的在那邊沒動 不動沒有人發現 對啊Dark Zero前面三場沒拿分啊 在暴風點 拿了50多分 沒這麼拿分啊 先擊可以進擊 前死 看一下他們 那個 前死直接去 去那個 分賽2的那個肌肉彩 廖吉巴 攻擊 齊斯 xv xv 齊斯 h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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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 xvan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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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kind of not have the best Storm point matches nearly due to that contest over in Mirage a Troyes on Fish Farms. But then you kind of think about who was up next, right? Phase and Glitch Energy. But Lanimals stepping up in match number six really just kind of put the thorn in the side. They sent them packing. And at this point, it opened the door for Dark Zero to have a standout performance. And I think back and I'm looking kind of here at the stats from split one, match day number one. 它是Dark Zero who took that map number 6 victory and they hadn't really had too much success throughout that day they only finished out 5th overall 我以為是11個啊 可是他寫10個啊 他寫10個啊 Libert Pia 的話是10個啊 我們在等待你最後的結果 什麼發生了 Dark Zero 喔 逆轉第一 GE排第二 Face排第三 Drag Free掉第四 NRG沒有拿分喔 所以第五 喔 懂了 LCQ是給了一個LCQ命額是不是 Zero發揮了 Zero其實一直在幸福 Zero真的 反正現在Dark Zero的明星選友是Zero Sharky現在打的反正也比Jimberdon好你知道嗎 Jimberdon就是看他這個賽季打怎樣 上個賽季真的他是三個裡面打最大 看他看這次的賽季戰場 看這次的賽季戰場 看他上個五二的Glitch Phase 濃度 NRG 再次你看這次的賽季戰場 很多的效果 新隊等 我真的很感興奮 在我們接下來的賽季戰場 看看這個賽季戰場 然後看看賽季戰場 緊張囉 老哥 明天我記得沒有他們 明天有誒 明天早上7點都一樣誒 明天比較值得關注應該是那個吧 Exit Exit, Furia 跟Luminosity Gaming 這三組 I think I'm gonna start with you here Who did you have for your Monster MVP nomination today? 主主看嗎?看吧 起來就看 起來就不看 Phony Head Monster Energy MVP 今天MVP是 今天MVP是ZERO吧 看幾殺就知道 ZERO四五殺 Sharky六殺 全部都四殺 是一個完全新的時間 MPOW尼 是可以 握頭 拿去解決 他們正在開始 今天我們這碰上的 我們看範球 現在我們要耍肺耍一個本鳥� Vic 你們有誰? MVP 這幾個金牌仔其實我不在意他們的腦命令是誰 經典爆破 有什麼東西可以看我想想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可以看highlight突然想到 你有那個艾爾達的嗎 這種都要開艾爾達的比較好 那怎麼沒有啊 哈囉 學艾爾達 才三分鐘有沒有長一點啊 好這裡這裡就這個 精華回顧 等我一下 我要改個標題 今天看到後面的後半端 有誰沒打好啊 Lanimals也沒打好耶 其他的話感覺都還行 Optick打得還行 Complexity也還行 Hundred Fuse錦石稍微有點那個 然後就是兩個落賽嗎 有一說一就是兩個落賽啊 這兩個一個鋼牽Sentinals 一個世界冠軍落賽 一個世界冠軍落賽 然後 然後 轉到Just Chat 我是覺得今天台灣隊 凶多吉少吧 他們是只要輸了就回家喔 因為他是算失分你知道嗎 他算失分制 所以等於台灣失分太多 所以他只要2-2他就是 電敵 就反正不是電敵啦 反正就一定是 出現不了 然後昨天又被那個竹森搞 搞兩個那個 搞兩個投手 今天 今天那個嘛 今天那個 那個宋哥沒了 不是嗎 感覺是沒了 兩好球之後 這一棒打到了 右半邊了一手 往後退又還有一手 往前進結果是落戰了 兩個人中間 打得並不是特別扎實 但落點巧克力的安打出現 打直要輪到RogerBernadina 這顆球 即將滾快並沒有能夠接好 往後露 所以原本在一壘上的破法 是把握機會 來到了得點圈 回頭確認一下二壘跑者的位置 黃子鋒在頭還是往內角塞 第一場超亂流的 K到了第二棒的Bernadina 他們想打外角滑球 然後一直抱頭 不過現在呢 荷蘭隊是多了一位跑者 在壘包上 哇 這顆球即將廣告稍微漏了一下 撿起來看一下二壘上的跑者 已經是衝上了三壘 Moga球速是一好一塊壘上的跑者 走了 捕手球傳過來 結果完了一點 二壘省說safe 這次把他擺在三棒游擊手 外角的變化球 黃子鋒K掉了SenderMoga 大聯盟等級的強打 滴滴原本也是游擊敵 但這次因應球隊需要手一壘 這一棒打穿了游擊防區 穿越行程的安打 三壘上的破法回來得分 一局的上半 荷蘭隊有效的串連攻勢 滴滴果果瑞斯 這一支安打 幫助荷蘭隊1比0取得領先 持球速度差不多就是89 90M 這一棒 一出去 在中右半邊落地行程的安打 這個下子 林立有機會再往前推進 昨天那個板塊砲真的超帥的 認真 太神了 中央隊的第二棒 打擊三貨王林立 站上了得點拳 我有幸看到 我每次記得我看那個足球世界盃 我第一個頭他就進球 我抬頭看30分鐘 都沒事 那足球 那足神好像很奇怪 其實主要是因為他丟滑球 丟滑球會讓你看起來像是好球 你去看MLB官網的那個好球袋 他大部分判的是準 但有幾個是真的 有一兩根是有問題 中華隊在一局下半的攻勢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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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是 蘋果 不然我們來看美孤達 美孤達應該很開 大聯盟大戰 三軍頭帥 張育成 我知道不會有碳田的球可以打 但是田的球他不會錯過 手電在比較高的位置 的進點的位置就是他攻擊的機會 張育成要帶動滿場球迷 要帶動全台灣的氣氛了 這一棒值得所有人對他敬禮 這一棒值得所有人對他敬禮 我會看阿 棒球規制我略懂略懂 我沒有很專業但是我看了 第五轟出爐 那胡志偉新位投球數已經是超過了50顆球 所以第一輪都沒有辦法再上彩 這個內角球其實也有判好球的機會 但主審沒有給 所以才會讓投不當投得這麼小心 第四顆球還是攻向外角高 所以黃子鵬現在是連續兩個打席 投出了四外球寶送 那個荷蘭投手那個四外球寶送也挺多 所以葛哥里亞斯 迪哥球頭向內側急急 並沒有能夠接到往後露 所以壘上的兩位跑者是分別往前推進 二三类有跑者黃子鵬 這個球再投打擊出去 在一二壘之間 震動人來下來之後選擇穿 一壘抓出局數 三壘上的布拉提納斯跑回了荷蘭堆的第二分 雷腳高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得分機會 兩好三換了滿球數 這球再投打擊出去 在左半邊來看一下 弱點做是個技能球型 在安打 尤瑟堡把鋪了一下 博者水分在列上的跑者是來到了三壘 神殿線 都很久沒看棒球了 那如果很少看棒球 台灣棒球超好看 MLV有沒在看 你們多看看棒球怎麼搞的 笑死 這個球出往來看一下 距離應該是夠遠了 在中右半邊 七聲高飛打 往外野上就對了 這個球賽上的黃子鵬 果然得分不成問題 原本在二壘上的前列線 也藉由飛球掩護近戰三壘 擺出了短方優 點的方式聯手出來 要揭開一下 沒有人進來補一類來攻擊 這個點頭點得超好的 這次的奇蹊發揮到的效果 中央隊沒有浪費處理數 而且拿到了第七分 要的就是三點這一分 但是點的位置點得太好 吳哲人超猛 吳哲人超猛 打擊出去 頭手自己下槍 等一下他是丟什麼 他是丟變化球還是丟 等一下他是丟 我忘了他那天 他昨天在丟什麼 他昨天在丟變速球 是不是 我也忘了 他在丟升卡球 吳哲人再頭打擊出去 頭手自己下槍 升卡球很猛的是那個 就是我想講的是 升卡球很猛的是那個 因為他會偏低 所以打出去一定是滾低球 以賽局處理來講 丟 丟 只差升卡 讓對面打滾地球 直接抓 直接抓 直接抓出局還比較省 省球數 對 那是主播 主播他還敬你 超好笑的 所以張宇宙又補上了一隻安打 這個球打上了右半邊 Gorgorea接到球之後 華麗的轉身傳向二壘 雖然彈道有點偏 但二壘神這邊還是裁定 崩殺又成立 拱罐 這一棒打上了左半邊界內 穿越了防線形成安打 這時候溫泰繞過二壘往三壘衝 最後是被擋了下來嗎 沒有要繼續衝 往本壘衝 這個就那個所謂正義的那個 這個很扯吧 這腳不能伸吧 他接到了沒差 但他這腳伸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不行啊 波西條款我真的有看 這不行 條例 這條款 這條款 這應該有擋到本壘喔 他不是故意的我知道 這妨礙跑壘啊 他在進壘路線上啊 波西條例是講說 如果你是正常接球對不對 你正常接球的時候 妨礙到跑者進壘 是OK的 但他這個是 他接球以後你看有洞啊 對 他有洞啊 所以是不太行 是沒有給吳念廷一個去 摸本壘的空間喔 而且他最後其實 吳念廷的時候 是有點卡在他的腳上面 就在這邊喔 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 這個規則我倒有寫主觀判斷 所以他 所以他主持人很好 有沒有這個阻擋本壘的原則喔 哇 他是一樣 原判喔 比有一好三壞 陳潔憲這個球出門 打到了中左半邊 弄力形成安打 接下來積極要趕快 繞過三壘 要準備快來得分了 而且球是一路網框滾 陳潔憲現在要繞過二壘 有機會衝三壘 衝三壘 衝三壘 陳潔憲撲上去了 沒有問題 三壘安打 陳潔憲說擋住沒關係 我自己來擋 看一下下一球怎麼配 回到直球 外腳高 陳潔憲是用的是三顆球 還是滿球數 直球對決 讓打者揮棒落空 吳哲緣三陣布拉迪娜 我相信今天在秉總的調度裡頭 吳哲緣就是第二個先發投手了 弟弟葛格里亞斯 打第一球 在一二壘之間 震動的接到球 總先拋回進來 莫瑞將功以再轉傳一壘 Double play 4-6-3的雙殺 直接化解維持 非常適合投這種高張力局面的後援投手 現在30球以內的話 李正昌在明天時可以連續登板作戰 好球 這一球一雷神 應該是沒問題了 兩好三壞 滿球數的對決 這球滿扯的其實 這球 這球是有機會 這球我記得是出界 這球看官方是出界的 但是 是那個壞球 這球 這球 這球我也忘了 我忘了官方數據是好還是壞 這球其實蠻扯的 這球差很多官方出錯 出界 對啊 這球主要是他滑的位置 對啊這球出了啦 沒事 這球 這球是壞球 因為他是滑球 是觀看的問題 滿球數的對決 他最後進點是這裡 這個是壞球 這個內角球 主神還是沒有判好球喔 哇現在李正昌 控制在三球以內的話 當然明天還有繼續登板的機會 這個內角球 結果還是沒有得到主神的喜愛 而且你們知道有一點是那個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頭補搭配對不對 有時候你 有些被判壞球 你可以那個捕手是有機會 那個讓他判好球的 就你接球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把他往 接球的瞬間 給他突然甩一下 我知道不是這樣操作的 但就是反正就是大概那個意思 你那個捕手要接起來 看起來像好球 你懂嗎 像偷拉一下那種感覺 對 我是覺得啦 認真講我是覺得 現在2023年了好不好 阿大聯盟都直接有一個這個好球帶了 靠腰阿就讓這個 讓這個主神戴個VR眼鏡對不對 補判然後再看這個好球帶 然後直接直接 就就就就 可不可以高科技一點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就沒那麼多問題了 我們世界盃足球都有那個什麼 那個球裡面 不都有東西可以判定什麼 是不是進球了 那個叫什麼VAR 對不對 MLB 弄一點 弄一個好不好 真的是 弄這個東西就沒那麼多問題了 沒有還是會有主神阿 只是主神這邊可能有一個VR眼鏡阿 不是VR眼鏡阿 藩球哥那個 那個什麼AR眼鏡之類的 對不對 可以輔助他不是很好嗎 不可能頭球沒頭 不是 就這個主神戴一個眼鏡 然後這邊直接 直接那個哪裡來個那個好球帶給他造一下行不行阿 輔助阿 真的好嗎 不是說每球都看喔 還有繼續蹲板的機會 這個內角球結果還是沒有得到主神的喜愛阿 陳冠宇要接力投球 兩好一塊 持球的對決 打者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兩好三壞的對決 這個球打穿了遊擊防區形成安打 這時候二壘巷的跑者繞過三壘要準備回來得分了 可蘭隊在八局上半是把握住了機會阿 陳冠宇對上帶打了巴倫廷 第一個球是出爆 中間方向穿越巴倫廷 帶打為可蘭隊急出了安打 這時候要把二壘巷的跑者給送懷得分 有一說一昨天 昨天主神大部分的時候都看得很準 沒什麼問題 就是壞好球隊 這關鍵組就有問題了 關鍵組就有問題了 這個球在右半邊落地形成了安打 張國宇就撤到一壘往二壘推進 沒有問題 在八局下敗 中華樂的攻勢再度點燃 還是擺短放 點到了三壘方向 這個球 只是外航的眼中 像我們說外航的眼中 看起來就是怕很像 壞球 張國宇 護送上了三壘 12分的大門口 中華隊在這時候希望能夠追加保險 把這個球穿越行程安打 零力 再次展現他的威力 把三壘下的將位給送回來 中華職棒的三冠王 在這個時候幫助球隊打回了保險分 如果用機器固定位置 可能就少了點人位會很死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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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點人情位 這是什麼說法 當然是公正比較好 比賽就是要公正啊 哪有人情位 公正公平 對不對 不需要人情位真的 這個球在中線將會站的位置 恰到好處 接球傳向一壘 六傳三的自殺 一出局 宋家豪 這個球在頭 打擊出去 在中左半邊 來看一下這個飛球有沒有機會來處理 最後在左外野方向 變成了一發全雷打 沒有啦 好球換球帶的問題主要在於說 人的體型不同 他的好球換球帶是不一樣的 所以才需要主審去做那種換球 你長得比較高你的好球帶是 在不一樣的地方 這才是比較麻煩的 第一個球就出爆 宋家豪沒有辦法來到他後面 將會以來到球之後 新立天的傳球 沒有問題 中華隊贏了 中華隊贏了 九局上半 宋家豪再次的完成了四個處理數的救援成功 9比5 中華隊拿上了一場關鍵的勝利 也是這間WBC在預賽的第二勝 中華隊 人情味啊 人情味 人情味就是會血流成河啊 想想我們的馬拉多娜的上帝之手啊 如果你是阿根廷你肯定很high啊 德國 德國 德國人氣死我跟你講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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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嗎 上帝之手 如果你想想看 假設你是那個 你是那個什麼 英格蘭 然後當時 你是在場上全會看到他打手球 進去了 然後裁判給你判 進球 我一定氣死我跟你講 氣到腦中紅 他出了那球 欸 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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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那邊斃手 欸 手球 手球 好 裁判給你 給你判那個進球 阿你老 你 你頭髮你眼睛下了嗎 阿 你 你是瞎子嗎 我操 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樣子 你輸了世界杯 世界杯決賽 好了 你現在看你的心情 要什麼人即位 公平公正最重要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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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C組要去哪裡看 不是啊 我不是說那個啦 我說那個C組 WBCC組 MLB官網有 我看一下 台灣有播嗎 台灣有什麼MOD在播嗎還是沒有 United States 有Radio欸 哈米那個要錢的吧 就是199那個 好啦 算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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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好了 不用看了 找個東西看一看 荷蘭 台灣 主神 你說有人講是不是 看一下 誰講啊 魚丸PTT棒球版 魚丸PTT棒球版 天啊 呢 是 呢 女友 已經 請 這個醬汁 哦忘了開了等一下等一下對不起 我要忘了開的聲音啊 噢我的天這要怎麼投啊 我很少看到打者幫可以連續三次誤判都得理的耶 通常是打者被海到好球嘛 大家安安我是宇娃安 相信我大部分的觀眾都知道我是一個英雄聯盟的分析師嘛 不過今天我不是要來分析英雄聯盟的 我是來分析棒球的 很多人應該跟我一樣 對於昨天荷蘭對上我們中華隊比賽時的主審啊 非常不滿 對於我們選手打擊時邊邊角角都判好球 對於我們投手投球時邊邊角角卻又判壞球 我是看到快爆氣啦 不過還是沉住氣 覺得可能是轉播視角的問題 決定回家後好好做個數據給大家看 結果我這樣一看 哎呦不得了了 大家果然沒有冤枉這個字199年至今24個年頭 都在大聯盟當裁判的美國級主審哦 那我就來帶大家看看有多扯吧 開始前我先講一件在剛剛發生的事情哦 我的Google帳號被盜了 由於我最近有在跟一些真正的外國公司交流啦 所以我很常收到一些附件文檔 這次的釣魚信件偽裝成工商哦 然後把木馬放在PDF檔裡面 我嘗試點開發生點不開始就知道炸了 至今兩三天了吧 剛剛才知道被改密碼 而且改不回來 不過很奇怪我的手機已經被踢出了 電腦卻還是能登 所以這影片還是能上 雖然目前已經跟客服回報 但我英文很差 不知道中文客服多久會出現 還可以上影片怎樣 被盜號可以上禮拜日嗎 如果有大佬願意給個建議或幫忙的話 我會很感謝 還好現在頻道還小 真的炸了就算了 之後會更加注意帳號安全 回歸正題 為了統計我特別去翻了大聯盟的官網 仔細對比了每一個打席哪邊有誤判 所以以下我們一律採用大聯盟官方的數據 網站我也會放在留言區置頂哦 稍微講一下這個表怎麼看 紅色代表判好球或打出界外 綠色代表判壞球或出身球 藍色代表球集進場內 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要看裁判判的準不準嘛 所以我們紅色只看Cold Strike 壞球只看Bow 就是打者沒灰裁判判好壞球的意思啦 至於揮棒落空Swimming Strike 借外File都不看 然後以插到好球袋邊緣就算好球為準哦 我們先從荷蘭打擊開始看 第一次發生在一局上半哦 黃子鵬第五顆外角滑球偏離的好球袋 沒吸引到打者出棒 反倒吸引了主神 這球中華隊得力 中華隊記一點 第二次發生在二局上半 第二顆外角升卡球稍微出去了一點 一樣吸引到主神出手判了好球 中華隊再記一點 第三次發生在三局上半 第一顆外角升卡球再度吸引主神 哇塞 黃子鵬這顆升卡這麼屌哦 中華隊再加一點 第四次發生在七局上半 吳哲人第一顆外角變速球插到邊 非常有水準的一顆哦 結果裁判不舉 荷蘭隊突破壓彈 得一點 第五次在下一個打席又馬上發生 第二顆內角四縫線直球又插到邊 裁判一樣不舉 荷蘭隊再得一點 這邊能看到吳哲人昨天控球真的是非常精準哦 一直能投到邊邊角角只可惜被搞了 第六次發生在八局上半 李正昌第五顆低角度變速球 非常非常接近好球帶 但你們仔細看哦 其實沒插到邊 OK 那我們就算壞球 下一顆第六顆內角滑球非常挑戰 這次外球內場吧 這次就有插到好球帶了 結果判壞球 哦我的天 這要怎麼投啊 我那時候看到打者幫可以連續三次誤判都得力的耶 通常是打者被海到好球嘛 荷蘭隊得到第三點 第七次也是在下一個打席馬上發生哦 第三顆外角偏外側的升卡被判好球 中華隊加一點 也就是說 裁判在中華隊投球的時候呢 近五個打者有四次誤判 讚 大檸檬的水準啊 雖然說這顆是中華隊得力 但好球帶變形成這樣 投手能投好才有鬼 第八次呢 發生在九局上半 也就是被打拳雷打的那個打席啊 中華好第一顆94麥的外角直球 差到好 不是你懂啊 所以才說 才說這種東西就是越 越有那種什麼科技輔助啊 越好啊 又不是說全部用科技來算 靠腰 靠腰勒是怎樣 好球算壞球 壞球算好球 是要怎麼打 打者跟 打者跟投手中功 我跟你講 有人情味啊 有時候判好有時候判壞嘛對不對 很有人情味啊 哈哈哈 好球帶 裁判沒有給 荷蘭隊加一點 可能也是因為這球 間接導致了後面丟太田被打拳雷打 我們統計一下喔 今天荷蘭隊打擊共發生八次誤判 四次荷蘭得力 四次中華隊得力 你們記得這數字接著看啊 接下來是中華隊的部分 第一次發生在一局下半 吳念廷打擊 第五顆外角升卡 偏離好球帶兩顆球的位置 裁判認為是一顆好球 荷蘭隊加一點 第二次發生在二局下半 正中澤打擊 第二顆外角升卡 裁判判好球 這顆我放大到最大看後 我認為不符合我說的 插道邊啊 這個好球帶的黑邊幾乎沒有被遮掉喔 所以荷蘭隊再加一點 不過這球也可以說 八次五萬不能懂 所以這一局大家可以忽視掉 第三次在下下個打擊 臨直尾打擊時發生喔 第二顆外角偏外的直球 裁判判好球 這不打緊 最扯的來了喔 下一顆同樣外角偏外的直球 裁判再度判決好球 這是第四次 他媽的這個連框都沒有碰到耶 荷蘭隊一次加兩點 主尾打擊今天會這麼低迷 我覺得跟裁判的好球帶也有關聯啊 第五次在下一個打擊 張育成打擊時發生喔 第一顆偏外的滑球過來 裁判舉起他的黃金右手 好球 荷蘭隊加一點 第六次發生在三局下半 急一急要拱罐打擊喔 第一顆外角插邊的直球 裁判判壞球 中華隊在自己打擊時首次得力 加一點 第五球滑球呢 同樣是很接近 但是你放大來看就會知道喔 他其實是壞球沒錯 第七次發生在五局下半 江昆宇打擊 第一顆超級外面的四縫線直球 裁判居然判好球 看轉播是那個捕手 framing做太好 才影響了裁判 荷蘭加一點 第八次在下下個打擊 淋漓打擊時發生 第一顆很近身的曲球 裁判判好球 荷蘭再加一點 第九次發生在六局下半 趙育成打擊 第一顆外角卡特球 插到好球帶 裁判換球 不過第三顆馬上補哨 近身離好球帶約半顆球距離的直球 裁判判好球 是第十次 這也是他本場遇到的第三次誤判 荷蘭跟中華隊各加一點 第十一次發生在七局下半 承潔線打擊 第三顆偏低的四縫線直球 裁判判好球 大家仔細看 其實他沒有銷到好球帶喔 所以荷蘭隊再加一點 我們統計一下 今天中華隊打擊 共發生十一次誤判 九次荷蘭得力 兩次中華隊得力 跟荷蘭隊打擊時的 四次荷蘭隊得力 四次中華隊得力 會不會差太多了 難怪今天球迷們會這麼不爽 再講細一點好了啦 如果以我排除掉打出去的球 界外 挖地瓜壞球 或揮空 來判斷裁判的可判決球數的話 荷蘭隊打擊時判錯八次 判對六十八次 準確率為八十九點五趴 中華隊打擊時判錯十一次 判對六十五次 準確率為八十五點五趴 整整滴了四個百分點 如果啊 我把壞得很離譜 也就是偏離好球帶超過兩顆球距離的 跟甜的很離譜 也就是位於九宮格中心點的都去掉的話 荷蘭隊的準確率為八十二點六趴 中華隊的準確率為七十四點四趴 甚至差到八點二趴 雖然說荷蘭隊的準確率也是偏低啦 但中華隊這邊也低的太離譜了 接著我們看誤判是誰得利哦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嘛 總共十九顆的誤判球 荷蘭隊得力高達十三顆啊 得力率六十八趴 中華隊得力六顆 得力率三十二趴 那你有靠賽的機會啊 最後我們攤開整個數據來看 這大聯盟級的裁判 居然只有第四局沒有誤判哦 這樣看下來 我感覺金達啊 其實也不錯 起碼兩隊都搞 是吧 那大家對於這個裁判有什麼看法呢 留言來討論一下吧 我是魚丸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按讚 誤判率平常會這麼高嗎 我記得平常的主審 誤判率應該沒這麼高吧 對啊我記得沒有這麼高的啊 這很高耶 一般頂多是那種就是 頂多這種啦 這這種 不是不是這個不是這個也太近了 像類似這種啦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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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壞爭議都有啦 就是那種插到好球袋邊緣 對啊通常95%以上嘛 對啊 主神蠻有人警衛的啊 確實啦 我是覺得 可是客觀來講 人的因素是一定有的啦 就很麻煩啦 就是 所以 真的 能電子化就電子化 我就是想說 因為它這個其實挺及時的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至少可以 給主審參考吧對不對 因為棒球不是那種 很需要那種就是 比如說它帶一個Apple Watch對不對 然後Apple Watch 投出去的那個球 然後它可以再 不要講那個AR眼鏡了 然後它可以直接把那個手舉起來看一下剛剛投的球是好球壞球 它也可以這個就是補正它的那個判法對吧 因為棒球這個比賽它真的 它有時候蠻脫節的 蠻脫塌的 很多暫停啊 然後攻守交換啊 那個守備進入位置啊 多少時間 它總有時間看一看吧 打者 到打者跟頭 打者打完一個打席到下一個打席也要一段時間了 很多時間都可以看啊 就不太懂 為什麼不 不多 多放點科技進去 多放點科技魚很活 沒有啦 Benzel你講的沒錯啊 我覺得很好笑啊 沒有你不用太在意啊 我覺得 我們沒有在表你表你啊 我們只是說人情我很好笑而已 人情我很好笑 我今天只是被 會看到 入障通知 笑死 你已經賬1000萬 我想看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看那個 愛達有沒有那個那個 那個的精華 有沒有什麼日本的那些精華 好像沒有 有嗎 有有有有有 有沒有完整精華我想看一下 好像沒有耶 這個韓國打日本 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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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是跟那個嗎 捷克嗎 記錯了嗎 這個這個 日本這次很猛 哎呀 失誤 手被失誤 手被失誤 現在要回來得分了 捷克隊在這場比賽先持得點 哇 中野拓夢的失誤 是讓佐佐布朗希 在一局上半就丟掉了分數 嗯 那是日式的文化應該多 哇 這邊三陣出局 所以球速慢有他的優勢在 對 這個位置三陣出局 去三陣兩隊 哇 7100 靠近身體一點 把球帶到右半邊方向 野獵手接到之後 自採壘包 Sertoria在第一局完美的表現 三上三下外帶兩次的奪三陣 在幾天真上昨天是很快就醒過來了 這一棒帶到了中野方向 終於是出現了日本武士 今天的第一支安打 不得不說台中球場 台灣球迷超high 國外的人應該超不習慣的 對 因為歐美文化其實是不會鼓噪的 日本跟台灣文化是會鼓噪的 就是球迷 這棒被帶到了二壘的後方 最後是接殺出局 趕快把球 穩下來 哇 終於託夢錯失了一個能夠帶罪立功的機會 來了 果然 滾地球 也不是會被罵嗎 文化不同 NBA會沒錯啦 MLB不會 日本也是組客場的優劣是超明顯的 就是跟NBA很像 歐呦 歐呦歐 歐呦歐 哼 管網的 K'song 其實剛才那顆區球 有壓到線 一點點 反方向的位置 哇 這個位置要得分 沒有問題的 一天正上 來拯救村上中隆 兩次的打擊都打在反方向 而且是一棒代魂了兩分 日本隊在三局下半 反超比數 靠的是九千萬 今天正上的關鍵安檔 兩號一換 把球送到了左半邊 又是一隻安打 二野三的跑者現在是獲得受邀回到了本類 左野手 Esclar他的傳球位置也非常的正確 要避免擊球拋了原來一到二壘 沒錯 美國只會...什麼傷空袖射又投手 第三還是投出了寶獸 有時候要看啦 其實台灣啦啦隊 那個蠻好看的沒錯 可是我覺得專業度的話 國外啦啦隊其實比較忙 你有看過NBA的啦啦隊嗎 NBA的啦啦隊超美的 台灣那個只是他長得漂亮而已 但實際上以啦啦隊來說的話是還好 你聽到我意思嗎 而且還落在了界內 這下子 阿蕾薩的倫巴要回來是不成問題了 吉田鎮上連續兩個打擊都敲出了長打 而且他知道 腳不能離開二壘壘包啊 台灣那個不太...對 台灣那個叫令員團比較像 阿蕾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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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在哪一個球場啊 這個還蠻高的意思 不過這是本標準的全雷打牆都這麼高 這個在台灣就全雷打了啊 這個在台灣就全雷打了啊 就如果在台東球場就全雷打了 來看一下三壘 就是還用倒壘成功喔 致敬這個捷克隊 把球送到了中海的深處 這個位置這個距離 三壘上的大股翔平可以慢慢的回來得分了 日本隊的第7分 這一棒被帶的蠻紮實的 美國那邊主要是 很多球場都是很早期清潔 所以那個可以理解 這棒掃得不錯在右半邊方向 驚騰漸介 第一時間並沒有防守的機會 不過很快的把球傳到了三壘的位置 展現了他的臂力 不要的太低了 這個球加倍拓野 擋得漂亮喔 不過一壘上的跑者是趁機 是來到二壘的位置了 所以這個要記一個爆頭 帶的不錯 不過在有幾方向 終於託夢是穩穩的把球送到了一壘 雖然說出局了 不過三壘上的Matic是還來得分 又吐口水沒辦法啦 這個是運動員的一個習慣 他們就是 比如說足球員他會喝水 原本終於託夢的速度就是他的招牌 他會喝水然後把他吐出來 就是不能攝取水分 讓身體不以為攝取水分 他不會造成那個什麼反胃啊之類的 阿我突然想到一個超好笑的 我突然想到一個超好笑的可以看 等一下等一下讓我暫停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個超好笑的可以看 沒有好球兩顆壞球 媽啊這是天才 喔不要一個喔 打中間方向這一球 有點打到球的下緣 但是飛得老遠 看有沒有機會呢 結果的Worling Track落地 江白虎拼命的衝上二壘 沒有問題 剛剛可以看到 澳洲隊防守非常積極啊 還去做一個不tag 而且tag之後還立刻舉手跟采反手 我抓到我抓到 人家踩在壘包上 你抓到什麼啦 想說看看江白虎會不會太興奮了 腳稍微離開一下壘包 不過在這個時候只差一分了 特別是前面催停都沒有表現了 換上有長打能力的江白虎 就是需要這樣的表現 好 代打見攻 現在戰傷後來壘包 輪到打擊的是梁亦志 這就不能換代打了 捕手只有兩個而已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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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哈哈哈哈 那這樣子 張展榮先生說safe 好 喔 所以 Grennan 真的有 覺得 他是真的有 抓到 真的 真的是 有點 嗨過頭 腳稍微 離開了一點點 哇 OUT OUT 哈哈哈 不要以國 不要以國 喔 不行 不要 不要 因為你剛剛腳真的有離開 我剛剛話講太快 是我錯 希望Grennan 有機會能夠聽到我 對他道歉 他真的有抓到 他抓到什麼 他抓到江白虎 哇 真的離開了 OUT 要做一些慶祝動作的時候 雷包先踩好 這個真的是 沒得寒扣 清清 咻咻 這個很關鍵 這個很關鍵 其實這超關鍵的 一出局二雷人沒了 這超好笑 補位上面出現的瑕疵 也來到二雷了 然後測輸一分隊 哈哈哈哈 這貼身製有 在美國職棒的翻譯 那也是大國的陪練員 看第三監督能不能 哎呀 九千萬被丟到了 但是位置上來說 剛好一個順勢的轉身 消耗掉了這個擊球的力道 觀眾真的有福了 連續兩天 滾地球 哎呀 雙殺沒了 在二壘上的跑者 大谷翔平 他變成超級馬力 跳了起來 差不來 這宛如子彈般的球 先被擋下來 哇被 三殺 打得這麼好 但是傑克 收得更好 用雙殺來化解這個半局的時間 欸那個很猛 剛剛那球接到很猛 美技 也就買到這麼棒了 木修武這一棒帶得很高 非常的高 左手還在退 還在退 還在退 在溫靈圈前面 拳雷打 木修武的第二轟 神奈船最強阿牧 他又來了 上一次打在反方向的優阿野 這一回是打在左阿野 他帶打的棒子是大谷翔平 哇 RJ的年紀阿 阿牧我敬你一杯阿 三場裡面 嗯 三場裡面出現兩隻的 很不讓喔 真的 選進來看到他驚人的長打威力 嗯 台灣人買了 看起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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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神 終於回來了 哇 這個是多麼 輸壓的一隻安打 在歷經了9-06k之後 為什麼正選的二壘手 先發的位置都不給三田 但我相信 第三印度監督 他有看到球員的近況 嗯 喔 選球還是選得相當的精采 有點被擠壓到 在右外野方向 比較靠近先邊的位置 右外野手 開爆已經就定位 結殺出局 三壘上的村上 中榮要往本來來邁進 二壘上的跑者 也趁機來到三壘 日本隊來到了10-2 八分的領先 他說WBC有那個嗎 就是十分領先以上 七局會結束那個 三陣出局 跨局連續四次奪三陣 有是不是 OK 最後是再見三陣 最後是再見三陣 功臣大迷在最後的五局投球 是投出了七張老K 封鎖住 記得不是不能轉播嗎 不行啊 非常好 很可怕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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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